我認為啦 館長跟黃國昌就是藍營的人 那柯文哲跟藍的聯合肇事是明治的嗎? 我覺得不會 所以你們的肇事 是不是直接把賴奇德票往上推 正好怎麼看柯文哲加黃國昌加館長的聯合肇事 過去呢我是沒有針對館長認真去做回答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對我而言館長就是健身咖嘛 對不對 啊我是政論咖嘛 那時候我對館長就是留言就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政治是專業 健身也是專業 那你健身咖就不要來評論政治 因為你是不專業 你可以講你自己對於政治的看法 可是你不要來評論政治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有兩張圖 這小紅書優質粉裝 館長引用中天新聞 中天新聞 他說館長我們來看一下民調的部分 我就借中天的 因為年代跟三立的不想看 有沒有搞錯啊 不是反紅媒嗎 你反紅媒就反到底嘛 第二件事林志群 律師 館長直播中談到居住正義 有觀眾留言要求館長實踐居住正義 將名下房產已購入時的原價賣出 館長直接暴怒 只問觀眾 憑什麼 居住正義跟著破關 居住正義的核心理念 其實就是利益 馬上就網友酸嘛 哦 你買房子的時候要居住正義 賣房子的時候就是要實質套利 我認為啦 館長跟黃國昌 就是藍營的人 罵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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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自己雙標嘛對不對 那柯文哲跟藍的聯合造勢 是明智人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現在投票行為 大部分都仇恨投票 現在民進黨 或綠營支持者最討厭的三個人 前三名 柯文哲、黃國昌跟館長 所以你們的肇事 是會直接把爛星人票往上推 就那麼簡單